歡迎收看 醫師團 小雕帥哥名語 好辣醫師團 口頭禪能看出疾病徵兆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告訴你 有這些口頭禪 可能是染上疾病囉 好辣軍團 有哪些隱藏疾病警訊的口頭禪呢 吃飯小紅水鼓熊啊 嗨 大家好 好 瓜哥 我問你喔 你有沒有發現 你可能會常常說 我哪邊很痛很痛 不是 不是 身體上的 腰常常會痛 因為我常常就因為這樣子 我當然檢查是沒什麼毛病 但是為什麼常常的腰會痛 因為後來 因為我錄影都站八個小時 四個小時 都是靠站著 後來找到Terry老師 就練這個所謂的硬舉 腰力 要練頭心 然後槓鈴聲蹲 好厲害喔 所以腰 可是運動可以暫緩 可是第二天又站八個小時 等你回家 褲子要脫褲子都變這樣 腰還是會痛 對 那我就問Terry老師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雖然在鍛煉你肌肉 可是你站八個小時 尤其是外景 你根本不可能做的 就一直走一直站 所以你回來腰會痠 所以常常腰是 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會加強訓練腰力 職業病了吧對不對 對 對 但其實有很多的人 也常常會說 我腳好痛 我肚子好痛 頭好痛 可是他們都不會去找原因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討論 如果你常常覺得 哪邊很痛的話 可能就要小心了 這是你的口說纏嗎 當心是疾病上升 我們來注意看 常說 肚子痛 胃痛 竟是一想不到的地方出問題 是 其實我們門診常會遇到 一個病人 因為我本身副產科醫師 我的口頭殘是說 要不要生了 要不要結婚了 就是我們每個人 每個人口頭殘 但病人來 最常講一句話 醫師 我今天不舒服 我門診很少人 因為舒服來看我 有道理 最常會是這樣 但是還是要看人 你知道有人開得起玩笑 有人會開不起玩笑 對 但是到底什麼樣是 門診最常見的口頭殘呢 其實我們副產科 當然病情非常多元化 可是光痛這件事 是最常遇到的 我這邊打個岔 講一個小故事 我希望大家 各位觀眾不要害怕 因為我那天遇到一個病人 很有趣 他說陳醫師 我以前很喜歡看醫師好辣 我一到五都看 可是有個小缺點 我每天看那個節目 那一天我就覺得 我生那個病 所以一到五呢 對 我覺得我每天都愛生病 真的會 為了這個以後 他後來就有點 戒掉了這個節目 你記得 我們只是提醒大家 還是可以給大家 很好的資訊 那我分享兩個 比較有趣的個案 我有個病人 其實也是我們家裡的親戚 其實那時候就是 中年左右 40歲左右 生過兩個孩子 有點胖胖的 他本來長得肉肉的 他40歲開始跟老公這樣抱怨 我有時候胃怪怪的 吃不太下 那老公 你知道40歲的太太 通常老公不太會理他 但他表面上會說 那你去看看醫生 果然在半年左右 他撐不住 他去看個醫生 肚子痛 胃不舒服 一定先看腸胃科 腸胃科 檢查一下 看起來還好 吃個胃藥 好像好一點點 他就回家了 可是這半年還是怪怪的 那肚子又大了一點點 於是他就去找 這是找婦產科 可是怎麼卵巢 看起來怪怪有個東西 就問他說 那你之前有沒有什麼特別狀況 他說沒有 可是卵巢這個腫瘤 會不會是他腹痛呢 因為他卵巢長在比較下面 可是他痛的地方 是比較偏胃的地方 你知道我們富產科 馬上會想 那你還是先給腸胃科看一下 所以中間又折騰了兩禮拜 腸胃科又看了一下說 應該還好 要不然就要排個胃鏡 可是我們富產科 已經有一顆了 比較大帶七八公分的腫瘤 那個腫瘤我們先開好了 結果開下去 去化驗長得怪怪的 結果原來是一個 轉移來的瘤 轉移來的瘤比較特別 就轉移來就是 我們大概有個概念 二性腫瘤 有時候是自己變壞 有時候是別人 搬到你家來的 叫轉移型的瘤 對 結果他去檢查 是一個轉移型的淋巴癌 就是 所以它其實本身是一個胃癌 但是胃的淋巴癌 轉移到我們的卵巢 很多人覺得他第一次去看 醫生用癌好像好一點 但如果一個疾病 反覆進行越來越嚴重 請記得再就證 對 因為常常我有時候說 你檢查過沒有 有有有檢查過 他多久以前檢查 不久前 不久前我會翻他的紀錄 一年前 人一盲腸就跳掉了 對 那這個case很可惜 因為越年輕 長出來的一些 特別腫瘤就比較不好 所以兩年多後 還是不幸的過世 我講一個變瘦 我曾經有一個個案 這以前分享過 但是在我臨床上 我一直隨時警惕自己 她是個懷孕的婦女 二十週 吃得不好 所以一直吐 各位 懷孕應該要變胖 可是如果一直吐 變瘦有點可憐吧 對 那變瘦你到醫院去 其實即使我們婦產科專科醫師 也會覺得 你就吐得不好 那我就給你點滴 其實他腦袋沒有想到不好的病 就先點滴打 怎麼還是吃得不好 那吐得滿嚴重 那時候因為他在北區醫學中心 我在桃園服務 他的家人就說 那我還是回桃園究竟照顧 就轉到我門診來看 第一眼我就看就不對 他就是像癌症體質 那瘦得像骷顱頭 很瘦 他只有四十幾公斤 那我就覺得不太有對勁 那我們超音波一看 其實在子宮旁邊有一個腫瘤 那時候在北區 其實也有看到那個瘤 可是他們一直把它當成是個肌瘤 那肌瘤在懷孕的時候會變大 變大以後 有時候會血就會跑過去 所以你吃得不好 你也會貧血 所以那時候在北區醫學中心 就把它當肌瘤先放著 但到我們一看不對 這個我就說服他 因為懷孕有一個大重點 叫他做影像檢查 比如說這樣的部分 要做電腦斷層或核子共振 其實他一定排斥 他覺得他會不會影響寶寶等等 後來我跟他下通牒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確認到底是什麼問題 結果我們去做電腦斷層 就確認了 其實他很像是子宮旁邊 也不是子宮 也不像卵巢的一個腫瘤 我後來跟他說不行 你還是要取得檢體 才能確認診斷 結果後來我們開個刀 跟他溝通一下 我們懷孕開刀 取得那個腫瘤肩體出來 也是淋巴 但是他運氣不好 他是血液來的淋巴 很特別 那這個Case其實也順便溝通一下 懷孕也會生二性腫瘤 其實以他的邏輯 這種血癌是可以用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 媽媽馬上想到會不會影響寶寶 對啊 以後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化學治療 某些藥物可以選擇 其實它不太會影響寶寶 如果是在一個很願意 保留寶寶的標準動作 讓疾病稍微緩解一點 寶寶到夠大 通常我們會到32週 34週 如果有1500或2000公克 可以在體外存活的時候 我們就會優先寶寶就出來 那媽媽繼續做後續的治療 這個Case後來確認是 這個血癌的轉移的時候 那個家屬就有開胃討論 因為很可惜他跟他先生 其實那時候還沒半結婚 就是在一起很久的 意外懷孕的 本來是很高興迎接這個小孩 但是媽媽的媽媽就是阿嬤 講了一句名言 我就記得 如果這個 他不是擔心 他不是用擔心寶寶這件事 因為我們已經跟他保證 寶寶這個 我們結構 二十幾週已經結構都看完 沒有事 我只跟他講 他只講一句 如果媽媽治療不好 沒有媽媽這個小孩子誰要照顧 沒有 就變成他要照顧 對 好深圳的問題 大根不是這樣講 就是他覺得一個小孩沒有媽媽 其實後面的人生 是 這句話一講 我們沒辦法幫他再圓下去 所以後來很可惜 就是終止掉 那這個Case我後來才去追 其實在一個 化學治療其實有一定的效果 是沒有辦法達到很好的效果 大概五年之後 也真的是過世 你們常常講說癌症轉 可是你們怎麼去斷定 它最原始是從哪裡來的 要找 就是兇手可能有好幾個可能性 當然有一種 比如說那個 腫瘤的特性很明顯 比如說它裡面就像 甲上腺的轉移細胞 那我們就優先講這個 所以我們在找 原發地方的時候 通常好幾個全部都要找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卵巢 我們拆子轉移瘤 我們大概 腸胃道也要 胃也要查 大腸也要查 甚至某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血液也要查 對 所以講到口頭禪 其實我們門診最多老人家 老人家最常的口頭禪 就是我胃無聲 這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我們常常也 有時候會很困擾 那我其實 門診有些失智老人家 我之前就一個失智老人家 他常常都坐在輪椅上面 其實講話都還可以 只是常常會 會東到西這樣子 或講亂七八糟 那他女兒很照顧他 每次都親自帶他來門診 那他女兒其實來 失智這方面 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他最困擾就是 阿公一直常在講 他肚子不舒服 那肚子不舒服 甚至連電腦斷層都做 肚子看起來也都還好 可是阿公 時常都會說肚子不舒服 那我就想問一下阿公說 阿公你肚子怎麼不舒服 我說我都很不舒服 覺得有人 我想說他怎麼會用 用肺來修的形容 肺來修有這種 感覺異常這樣子 所以他會痛這樣 那通常這種我們想說 是不是神經痛 所以我就稍微幫他摸了一下肚子 果然他就是只有在肚子 某一個範圍裡面 他會不舒服 而且感覺就是好像燙燙這樣 那那個範圍剛好在 我們的皮節神經 我們神經那個皮節 大概在胸椎第11節 第11節左右 那時候我就幫他做了那個X光 看一下 果然他 因為我們肚子的感覺 前面的感覺 是從胸椎那邊有一個神經 他會轉移過那個 那感覺叫轉移痛 Radiation pain 他會轉移到我們肚子 我說你這可能是壓迫心骨神 造成的這種轉移痛 所以說他肚子這邊 前面會休休很痛這樣子 而且他也跟我講說 他的確 如果躺著 就比較沒那麼厲害 我說那不然你去找外科看看 看這個 脊椎可不可以做處理嗎 不過他應該年紀很大 外科醫師看 就覺得說有骨瘦 最後又很大 又失智 就覺得還是採用保守療法 那開連止痛療 其實效果就沒有很好 那有時候看他止痛 要更便祕的更厲害 所以後來就是我們還找 還是找麻醉科醫師 做那個神經阻斷術 就是在他那個神經根的地方 脊椎神經根的地方 打類似像麻醉 或一些藥物 讓那個神經 那個訊可以做阻斷 他這樣疼痛就改善很多 可是那個藥效也是一段時間 對 那這一段一段時間 不過其實但對老人家來講 其實這樣子對他來講 生活品質性改善不行 像我平常就是忙工作 然後忙小孩 我還滿常就是三餐就亂吃的 然後我覺得肚子餓就想說 算了就忽略一餐也沒關係 結果但是我後來就很容易 開始就是會有胃痛的狀況 尤其是吃飽的時候就會 覺得好像肚子特別的痛 然後我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就胃痛我想說沒關係 我去藥房買個藥來吃好了 然後可能就吃一陣子之後 就覺得好像好一點 但是可能大概一兩個月過後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又開始痛了起來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看一看 就也開胃藥給我 然後結果最後最後有一次 我就想說 我這樣子一直吃藥好像也不太好 對 我就把藥停了 然後停了之後 當然就是又開始痛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我老公去吃那種 蒜牛肉火鍋 然後吃完回家之後 半夜我就突然醒來 然後就開始上吐下線 然後覺得肚子這邊好痛好痛 痛到不行 然後我心裡是當下想說 我一定是吃壞肚子 結果後來去打完點滴之後 然後醫生就幫我做檢查什麼的 他就說其實你根本就是 然後我都 就是長時間以來 我就都吃胃藥 然後肚子痛 以為自己肚子痛胃痛什麼的 然後就一直都沒有對症下藥 然後醫生後來就跟我說 這個藥必須要就是一段時間 然後好好的把它吃好 對 就是胃潰瘍的狀況 才會改善 像他的胺癌就是這樣 慢性的胃痛 慢性的女兒 而且有些老阿嬤 老公老阿嬤 你問她痛 她有時候好像有一點痛 又不是很痛 就是悶悶一點點 所以這種真的有時候很難找 像我有一個病患 她是大概70多歲的老婆婆 她來就醫的時候就是說 她大概半年的時間 都肚子覺得悶悶脹脹的 她那種痛又不是真的很痛 她只是覺得不舒服 就吃完的時候就是肚子脹 然後好像胃也不太舒服 那時候她 我就說那你應該去做檢查 你有沒有檢查過 她說有 她大概三個多月前 我去看過胃腸科 她那時候就是有做過胃鏡 胃鏡檢查起來 就有一點胃潰瘍 然後醫生有開藥給她吃 我就說那吃藥呢 她說有比較好一點 但是還是一樣 悶悶得不太舒服 她說你要不然就做個超音波 她說超音波我也做過 她我說大概好幾年前 我說檢查有什麼問題嗎 她說醫生說她只有個水泡 肝臟有長一個水泡 她說是良性的沒有關係 我說那你還是照一下好了 結果我幫她掃描的時候 她發現說 她的那個水泡非常的大 她超過10公分以上 因為我們那個探頭 我們掃描的範圍 大概到15 18公分左右 它已經超過我們探頭 可以掃描的範圍了 真的大 所以我們就趕快幫她 排個那個電腦半層 整個都很大 整個都是 我們那個箭頭指的那個 整個是一個水泡 肝臟的水泡 所以它幾乎佔據了 整個肚子的右半邊 右半邊 你可以看到我們 中間的那個白色的是我們的腎臟 那事實上是應該在 右邊的腎臟 它被我們擠到中間去的 藍色箭頭的那個地方就是 這個腎臟是被擠過來 整個肝臟的水泡非常的大 就難怪它會不舒服 而且這個已經不是說 在肝臟裡面的水泡 這水泡已經大到這個 大到快到骨盆腔了 這樣量起來大概有23公分 非常大的一個水泡 請後來我們醫院 是用腹槍鏡去做 他說那個外科醫師在那邊吸 大概吸了4000cc 裡面的水這麼多 差不多花來吸吸吸 整個吸之後 就再把整個玻璃下來 那它也是良性的 其實是良性的 只是比較少人真的 大家怎麼扯 那你會不會開完 到腎臟回不去 還是已經擠成習慣了 它可能會擠過去 有可能 它長時間 因為常年擠它 很習慣那個位置 習慣沒太多 對啊 可能還是會回去 內臟可能會歸位一下 可能要時間對不對 對… 我的工作是業務 然後因為我的時間 就是吃飯的時間 常常就是不太正常這樣子 然後就常常的胃痛 那一開始就是有去看醫生 那醫生也就是開當下 當下就讓你止痛 或者是說打針 讓你當下比較不會痛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後來飲食還是沒有定時的吃 所以後來就… 那一陣子經痛… 常常經痛 然後也月經都不太正常的來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才來這樣子 我就去看婦產科 然後婦產科就是幫我做超音波 然後他才照到就… 已經有一顆很大的巧克力囊腫 而且已經… 就是超過7公分這樣子 對… 所以就比較趕快快速的 幫我安排了手術 那手術他就是幫我做那個 腹腔鏡的手術 然後還有… 後續還有幫我做半年的… 就是… 停經 他就是說讓你的子宮先去做修養 但很神奇就是 已經做完手術之後 反而我的腹痛 就是沒有這麼的嚴重了 就覺得很奇妙 是不是有關聯性 因為我之前以為是不是就是 急性腸胃炎 對 但是後來發現 就是怎麼這麼常反覆發作 兩三個月內可能就兩三次 而且有時候早上突然醒來 就很嚴重 那醫生他就是說 應該是就是急性腸胃炎 然後就打針 或是止痛藥讓你吃 還沒找到真正原因 對 那現在的人可能都是不到 痛到不能動 對… 都是用鴕鳥心態 對 對 不見棺材不掉類的 我也是不見棺材不掉類的那種人 因為我原本是做實況跟直播主 然後我兼了四份工作 早上在做早午餐 然後下班人就做直播跟實況 還接展場 然後就有一餐每一餐 因為我們時間都很不錯 不是 我是比較懷疑妳睡眠哪個時間 對 所以免疫力下降 然後那時候就是都沒有吃飯 因為妳做早餐的 大概三四點就要吃 對啊 直播到半夜 對… 所以妳一天睡不到三個小時嗎 差不多 那時候 然後呢 然後那時候就是長期會胃痛 然後吃東西會比較好 然後後來就是去上一個談話性節目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太緊張 然後就開始有一種灼熱感在這個位置 然後刺痛 然後那一天半夜就突然痛醒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會那麼痛 然後就喝水 對 結果反而沒好 結果反而更痛 我就吃東西才還變好 反正去看醫生 他還跟我說 妳十二指腸快癢了 對啊 然後後來吃胃藥之後 在去年2018接2019的直播的時候 那時候跨年 剛好跨年 然後就是 我就是覺得 私密度怎麼會癢癢的 然後有水的感覺 結果我就是去廁所洗手間 然後就發現說 怎麼會有黃色的液體 然後還有50元硬幣大這麼大 然後我才嚇到隔天去看醫生 他跟我說 小姐妳 因為腸胃不舒服 然後吃三個星期的抗生素 就是兩個一起看護這樣 因為妳這樣熬夜抵抗力都差 對 免疫力都差 對 現在今天幾分工 現在就展場直播 應該說 應該說 有啦 現在說睡 大概五個小時左右 我補充一下下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包含加一顆細 或一般顆細 我們大概都會提供一個概念 就是吃抗生素 吃久的 其實它一定破壞你的 不論是腸胃道 或者是我們叫做 生殖道 泌尿道的細菌 你要有一個概念 我們腸胃道 泌尿道 生殖道 其實都有一些 我們叫正常菌種 對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抗生素吃得很容易拉肚子 但拉肚子 多數人 因為腸胃道的細菌太多 它最後達到一個恐怖平衡 我們婦產科最常見 你吃一個禮拜左右 基本上 所以我自己的病人 不論是在 因為泌尿道感染 或者腸胃道 吃超過一個禮拜的抗生素 我都說請你搭配一些益生菌 提供好一點環菌 不過我還是覺得 我們現在這種滿陪的病人 越來越多 不要認為青春無敵 青春的霸佩 久了也是會被摧殘的 對 通常 通常前面幾個科 全部都看過 不管精神科 腸胃科 婦產科 大概都已經看過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很高的挑戰 所以我今天要講這個是 其實不少見 但是她很難 被診斷的一個疾病 有一個媽媽 她帶了兩個小朋友 一個姐姐是13歲大 弟弟是7歲大 她們兩個都在 差不多同一個時間開始 兩個開始一直抱怨肚子痛 她的手也好痛 肩膀也好痛 她媽媽就覺得 你們是不是不想上課 還是怎麼樣 怎麼兩個人一起說好這樣 可是兩個人的那個情況 是病嚴嚴到 體重就一直下降 因為你給她吃什麼 她都不吃 連續這樣的時間 媽媽就想說給她吃一些 正常的胃藥 或是給她一些治療 一直都沒有改善 所以後來媽媽都決定 兩個人去醫院就診 真的該做的都做了 其實醫生也是沒有折 就是奇怪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一直問一直問 就問到了關鍵問題 那媽媽就說 她們兩個其實有個很壞的習慣 她們什麼東西都往嘴裡放 好 尤其她們喜歡 吃電磁 好 電磁 她們喜歡吃一個小朋友的電磁 我那妳是吃電磁 那時候的醫生其實 這個就是一個 反而是我們破解的關鍵 所以那醫生就立馬做 那個血液檢查 就在兩個小朋友身上的血液裡頭 抽到一個重金屬 非常含量非常高是 因為重金屬 它在我們身體藏著 它會住在各個器官 例如說住在我們的骨頭 鞭會住在骨頭裡 鞏喜歡住在一些神經器官裡頭 所以有些人會用腹痛來表現 有些人會用神經麻痹來表現 每個人的症狀其實千變萬化 其實鞏中毒不像我們想的這麼少見 2000年出頭的時候 其實有針對全台灣 隨意的選擇人口去做鞏的篩檢 他發現因為我們台灣是海島型 接近沿海的地方 喜歡吃魚貨的人 相對下鞏的含量是比較高的 因為那個魚類的重金屬感覺 是 如果你吃小型魚類 其實比較不會深海魚類 目前為止 我們蒐集到幾種跟鞏中毒 有比較高機會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要特別小心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 鞏有時候最怕的是嘴巴吃進去的 那我們很多的玩具 甚至像這個電池裡頭 其實都含有鞏 小朋友不知道咬一咬 他就直接吃進到體內 第三個 雖然現在已經有在做篩檢 但是防不勝防就是草藥 我前幾天才剛好有個病人 他的 他真的算是受害者之一 他疼痛了 腹痛了一整年的時間 後來是到了急診室 醫生一看之後 最後他 然後最後 因為我們聽完 真的已經不知道該做什麼檢查 後來就一驗 他的拱就超標 所以其實那個人目前還在找 到底他那個整個大腸 拿掉的真正原因 我們猜不是只有拱折蚊 你可能案情不單純 但是他也是大概符合幾項 他吃都是別人介紹的草藥 他非常喜歡吃魚類 所以如果你有以上幾種狀態的話 又有些很奇怪的症狀 藏在體內的話 其實不妨往重金屬的方向想一想 來 妳現在看第二項 好的 第二項 常把頭好暈 頭好痛 掛嘴邊 小心 事情大條 我很常這樣講 你也有頭暈 對 一定平血 不用斷就知道平血 很好 可是我有一個狀況是 我只要比賽 做菜 然後我只要很專注做一件事 我都會頭很痛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什麼事會讓妳舒服 就是 對 但妳放空會變痴呆 對 為什麼會變痰 對 頭痛或者痛這件事 第二個是暈眩 是我們最討厭 也最常見的疾病 那我們自己在面臨 看到頭痛這個 痛或暈眩這個疾病 其實我們很困擾 那我自己有一個族群 是更年期的病人 更年期我們之前有講過 以前是講什麼 骨質疏鬆 心血管疾病 癌症老化這類疾病 可是這幾年 討論比較多的是在 我前陣子有一個更年期的 他是因為暈眩來 也的確看了節目 我們說明以後 他說 陳醫師 真的耶 他熱潮紅一點點 睡眠一點點 也改善了 可是最主要是 他最困擾的暈眩 你知道人這種好的 他崇拜你 就會幫你宣導 所以果然沒多久 他的鄰居就來了 那鄰居來這個 還有一點神話色彩 他說 陳醫師 我的鄰居跟我講說 其實我沒有很理他 但是我後來剛好去媽祖拜拜 媽祖說你這個 要去找那個城堡人士 然後他就來 那我就說 60歲出頭 暈眩多久 40歲 我說二十幾年 你40歲 那時候應該跟婷筋 還沒有什麼大關係 就整得上 如果你是近五六年 我們就來試看看 那我說好吧 但是我們有個問題 60歲以上的人 在補充荷蒙比較不適合 因為他理論上 婷筋比較久 整組改壞的壞掉了 根據補充荷蒙 有一個概念 就是補的話 好處大於壞處 我們會鼓勵你繼續下去 如果補了好處沒有 沒有很多 只有缺點 因為60歲以上 他的好處沒剩幾個了 反正只增加一些癌症 跟血液酸塞的風險 那要補給你的一些熱炒龍改善 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那時候 我們不是不能補 但是要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他可能比較偏向 注射類 但是不適合口服藥型 是 所以那時候要跟醫師來做討論 好 這個病人 我說你60歲 20年有點難 但是你知道神明指示 我說那我們試看看 那60歲我就先用注射的 一些抗膠率 他說就兩個禮拜又回來說 陳醫師 睡眠有好一點 身體有比較症一下 不過頭暈 那個暈眩還是沒有好很多 那我說好 神明指示 那我們再試兩個禮拜好不好 兩個禮拜再試 他說還是沒有好 我說那這就沒辦法 那其實因為很有趣 其他20年我就問他說有沒有治療 他說沒有 就忍著忍著 應該比較長的地方來 他就聽朋友講 還有生命指示才來 我說那這樣子 你還是走正規流程 那你先去找看看 我幫你找個神經內科 或者耳鼻歐科 現在神經內科跟耳鼻歐科 是主要治療的項目 那我說我幫你轉腦神經科好了 腦神經科去查 還真的電腦斷層一切 還真的是有一個 結束以後他回來治療 當然很謝謝我們說 陳醫師 我跟你講 馬祖執事真的是很有福 其實很多觀眾看 我們的姐妹也了解 像我們台灣人是滿熱情的 像我坐飛機 有一年輕人在我前面 剛知道走走到 他突然回過我走看過 我說 他說 他說上個月 我聽到是舊媽還是誰 腦血管破裂 聽說你腦袋有一個這個 你要誰注意 我說我那個還小 不是 他隨時要注意就是 很熱心 對啊 現在他們這樣講 到底多大要去手術 這樣好像 又 對 好可怕 到處都聽到這種事情 老闆我言語有 我只是不知道 對啊 可是要大到一個程度 才會跌 那我們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疾病會不會有 我們現在活得越來越久 身邊的訊息越來越清楚 去問其實都問得到 比如說腦中脈 你去問一問 身邊一定有朋友有 那是不是每個人 就會破掉到腦中風 不一定 但是我們希望得到的資訊是 什麼情況 光是講得非常有條理 什麼情形該治療 什麼情形該佈檢 什麼情形要注意哪個症狀 那腦中脈 現在有很多新的進展 我覺得倒是 依你擔心的部分 去跟你的醫師溝通 我舉我太太為例 我太太帶了兩科 在半年前檢查是 然後半年後檢查 那個一定要動 第一個有變大 第二個0.5公分 在腦神經科 待會補充 就是它是提前預防性治療的好對象 包含可以做痠塞 或者支架 讓它萎縮掉等等之類 它有新的方法 那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呢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蠻對不起我太太 因為我太太跟我抱怨 她頭痛不舒服 心情不好 大概超過10年 其實我仔細想一看 應該從結婚後就開始抱怨 但是我一直忽略這個議題 那頭暈其實我稍微找她 就給神經科的老師看過 神經科老師 找的是在頸豆脈這部分 好像有一點點小狀況 但治療以後沒有很好 人都是這樣子 都已經找專業人士看了 沒有很好 那大概就沒有大事 所以又放了兩年 後來再檢查 最重要的是她是在長大 我那是最終幾年都是0.2級 所以一般來講 很小的時候我們就觀察 但是她有在長大 或是我們剛剛講說 大概0.8那個時候 所以真的還是要做處理 對 因為我婆生看過我媽媽就是這樣 我媽媽突然 常常長睜眼睛突然腫 幾乎都蓋到這樣子 那眼睛下去 結果妳怎麼會這樣子 結果繼續醫院檢查 下午就安排開刀 因為她那個血管已經 血管球已經漲到大了 對 已經快破裂了 她說 那壓迫到那個 我們講動眼神經 對 所以她眼睛整個蓋下來 它有症狀顯示的 有症狀顯示的 有症狀顯示就炸開了 對 沒錯 你想你炸開 你的腦都是血 所以我們剛才講 就保安哥剛才 我們是要整理 第一個就是如果加足食 又是低等血清 真的有動脈流 其實還是要注意 譬如說它有所謂 脈搏式的一個耳鳴 咻咻咻那種脈搏式的 那其實要注意 可能是一個血管的物體 可能是動脈流這些的 所以如果有這些症狀 倒是動脈流跟頭痛頭音 有一定有一定的相關 其實並不是每人 頭痛頭音都是動脈流 其實倒是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剛才講 頭音它可能是有 可能有周邊型的 譬如說 譬如內容不平衡拿耳神 脫落這些 那些可能耳鼻歐科醫師的專長 那有些也是中樞型的 中樞型也是大部分腦袋的問題 譬如剛剛講血管 對 血管 中樞 腫瘤 這些的 這些可能會造成我們 腦部的一個訊號 尤其在前庭系統 包括腦幹這些前庭系統 受到影響的時候 就會容易頭暈 那所以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其實她就是一個 三幾歲小姐 她其實她最特別的是 她幾乎每次頭暈都到急診 那每次急診 然後就住院 住院住了幾天就出院這樣子 那有一次落在我手上 你知道 我就是有時候 跟病人聊一下天 然後我進去她的態度就說 我就頭暈 你幫我打個點滴 我好了 明天就要出院這樣子 我就看她病人說 你常常在頭暈 你頭暈到底有沒有找原因 她說 我說 有人跟你講美女也試症 沒有啊 就是那個講說 美女也試症 我說那你聽力 有沒有什麼影響 對 因為你知道美女也試症 自我判斷的 對 有些病人就會自我判斷 說我這是美女也試症 然後去急診 急診就打個針就好了這樣子 那我說 那我再找兒鼻呼科 再幫你看一下 是不是美女也試症 因為我聽起來好像也不太像 所以我就請兒鼻呼科 我們通常幫她看一下 她通常說 這不是啊 這不是美女也試症 她說頭暈的時候 她耳朵會脹脹的 走路會 有時候會有點不穩 然後呢 還伴隨著 有時候怕光怕草 她真的會痛 那我就說 那你會不會容易頭痛 那她說其實會 她其實滿常會頭痛 那我就說 那你可能還是要考慮 你有沒有所謂的 她有一個叫做前庭性偏頭痛 其實我們頭痛 其實最第一個就是她的基因 有一個遺傳 所以跟靈體質有關係 第二個就是它影響到 我們腦部的 一個叫做三叉神經血管系統 但如果它是影響到 前庭系統的時候 它其實會造成 所以常常我們偏頭痛病 我常常跟她講 頭痛跟頭暈是苦情結魅化 其實這種病人 常常就是一下子頭痛 一下子頭暈 或是有時候只有頭暈 有時候只有頭痛 但是常常就是 從年輕開始 就一直這樣子 一直痛 一直暈到現在 後來就找不出原因來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你可能在懷疑前庭性偏頭痛 我就說 那我用一些偏頭痛的藥物 當作預防治療 因為她常常在頭暈頭痛 這樣吃… 一段時間 一兩個月之後 慢慢她就穩定很多 她說她 就少很多 其實前庭性偏頭痛 在女生是第二常見的 只是說很多時候不知道 所以她算是多了 並不是罕見的 對 她其實是多 只是有時候很多不知道 對 講到暈眩跟頭痛 有時候耳鼻歐科跟神經內科 都會互相合作 有時候也會互相介紹病人 這樣子 對 因為就是 可是要記得就是說 除了眩暈之外 它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假如之前 你頭部有受過外傷 或者是一個突發狀況之後 就突然有開始暈眩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 我最近就遇到一個 17歲的一個小朋友 那你知道是 青少年血氣方向都很喜歡 騎快車 然後這次就是剛好 因為我們 我醫院附近就都是舔 然後就是路很大條 然後在醫院附近就撞車 之後就直接送進去急診室 電腦亂程很好 就沒有出血 可是她就一直說 她頭超低 然後這時候就是我們 就當作是她 可能是腦震蕩 我們收住院觀察 沒有可能會有 延遲出血的現象 這時候就是 找神經外科跟神經內科一起治療 幫她照顧 可是她出院的時候 就 她一直跟媽媽說 媽媽 我頭好暈 我不想上學 不想上課這樣子 可是媽媽就覺得 這是在裝病 因為她帶她去 神經科門診 看好幾次 再看電腦亂程 甚至醫師覺得她說 是不是真的有延遲出血 再幫她做一次電腦亂程 完全都很乾淨 都沒事 可是她還是一直跟她說很暈 不然後來神經外科就覺得 不然去有病 我又找一下好了 我一看就覺得 這小朋友就是眼睛會眼症的現象 眼睛會動 會旋轉 旋轉 旋轉 然後而且知道媽媽做聽力的時候 發現她的聽力有下降的現象 我就先開藥給她吃 就可能會不會是像 剛才林醫師講的一些 循環不平衡的問題 可是她就隔天又帶來 她媽媽說她在上廁所大號的時候 突然整個就 起不來 後來就去做一個合一的功能檢查 就確定她是一個叫做 外淋巴揉罐 外淋巴揉罐 這個其實是大家有點陌生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有一個模型給大家看 這個模型就是講我們耳朵的構造 這個是耳膜 耳朵外面叫做外耳 耳膜跟這個 裡面就有三塊聽小骨 然後這最後一個聽小骨 它就像一個鈣子 我們後面這個叫耳瓜 耳朵的蝸牛 它其實是一條充滿水的水管 然後把它捲成一個蝸牛的形狀 這個聽小骨就是當作鈣子 把它蓋住 可是那個小朋友就是 他出車禍之後 腦袋沒事 可是他的 那個 所以 他的那個裡面的淋巴 他那個鈣子裂開之後 水就露出來 露出來之後 第一個 再來就是會有 聽力上去的問題 不過因為他還好像裂得很小 所以就是 有時候就是有 有時候症狀 有時候就沒症狀 可是他就是上廁所的時候 一用力 水就噴出來 然後他就開始大暈 然後就跌倒了 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是要需要 再一次手術幫他修補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有一個病人就是他 他是一個 常常往返兩地的一個台商 然後他就是常常會坐飛機 可是他很討厭 他的鼻子非常的差 就是一直會過敏 只要一下台中就是打噴嚏 流鼻水 鼻塞 黃鼻涕這樣子 所以然後有一次來就是 他兩隻耳朵就是整個都有 然後甚至到後來有 然後我就一直給他開藥吃 吃抗生素啊 吃完然後再滴耳滴藥 最後他 他就跟我說 醫生 耳膜破掉 我做飛機反而比較舒服 對 因為 你有壓力 對啊 因為壓力的關係 對 所以他就是覺得 好像這樣也好了 然後過了一年之後 然後他回來之後就 醫生 我覺得 後來坐飛機之後越來越暈 因為他後來長了一顆 叫單子瘀的東西 正常耳朵會有一層膜嗎 對 正常耳朵會有一層膜 然後他那個膜就是破掉了 然後裡面就是他表皮細胞跑進去 可是他膜不破 你看不到瘀對不對 可是他是破了才長瘀 破了才長瘀 對 也就是說有膜也看不到那個瘀 對... 有膜就大概不會有瘀 就不會 對 就是他破掉之後 有那個細胞長進去之後 就變成一顆很像珍珠的瘤 所以叫做珍珠瘤 因為它那個瘤太大 有時候有壓到那個 吃到我們聽小骨 也會造成剛剛講的那個 有點裂開 水也會跑出來 那這樣什麼手術 這個就是要把它清理 清掉 在裡面這樣清 對 沒有從耳朵翻進去清 有一個快50歲的一個女性病人 然後他來的時候 他大概三個月前出現 會有 那他那個發作頻率其實沒有很高 大概一兩週 頂多發作一次 那每一次大概 可能四幾分鐘 二十分鐘就沒事了 那也不會伴隨的時候 不會伴隨的時候 那種頭暈目眩天旋地轉 也不會噁心嘔吐 那他就覺得 好吧 我還是去檢查一下 所以他有去大醫院 去安排一些抽血啊 然後測量腦波啊 那大腦的那個電腦 然後他可能也有做過 結果都顯示是正常啦 那醫師開的那個紫雲藥 他就覺得說 吃起來好像也沒有特別的感覺 那想說那算了 那不然就找中醫去調養一下 那老實講 因為一般我們中醫去 去看那個暈眩的狀況 常常常見的一些原因 像一些痰濕啊 身體的一些濕氣 或是乾火 這個在他的身上 都沒有特別的典型 然後就覺得有點奇怪 然後就多問他說 你有沒有其他的症狀 他有提到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說 他偶爾會看到一個白光 那這個白光很酷 就是說他的白光是 閉上眼睛 都還看得到這個光在閃 就像沐浴在什麼聖光裡面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說 這好像不大對勁 然後再看了一下他的職業 然後問了他一下說 發現說他是一個銀行行員 那常常是需要說 盯著電腦螢幕的 那本身又有一點高度近視 我想說這個不大對勁 不然就說 那你請你去找時間 去一下眼科檢驗 那眼科醫師幫他檢查以後發現說 是輕微的四網膜玻璃 那在眼科醫師那邊 就找他幫他用那個雷射 幫他把分開的部分 把它黏回去 那這樣之後就可以避免說 那可能會導致市民的風險 那他的暈眩從此也就改善了 接下來我們看的第三頁 好 第三個口頭禪是 常說好累 怎麼都睡不飽 當心是疾病造成的 對 這是第二個我們常見的問題 我們胃腸科門診大概 第一個就是胃痛 肚子痛 這個常見 第二個就是很累 怎麼睡都睡不飽 尤其是上班族有時候 來看我們門診就說 他只要一上班就打不起進來 但是事實上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報道 有些人就爆肝 爆肝他前面都是先疲勞 疲倦 然後過勞 所以我們還是 有時候還是應該做的檢查 還是會抽血 檢查 都還是會做 那有時候檢查起來都正常 然後我們會跟他解釋說 你會不會是晚上的睡眠品質不好 或者是因為你有失眠的狀況 才會這樣子 他說睡是睡得著 可是有時候睡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會咳嗽 自己咳嗽就會爬起來 不好睡了 當然就是沒有精神 那我就只好喝咖啡 喝咖啡去提神 到半夜的時候會這樣咳嗽 那時候他其實這樣 事實上是 可是他說我其實沒有什麼 那個胃食道尿有典型的症狀 像胸悶 胸口灼熱我都沒有 我說的確是這樣子喔 你也不是特別的 像我們有些人聲音撒癢 或慢性的咽喉嚴 然後或者是像這樣半夜的夜渴 他有時候是只有單純的 在喉嚨部分的問題 他也是胃食道逆流的一個表現 但是你去照他的胃鏡 或者是你問他的症狀 大概有三成甚至一半 都沒有典型胃食道逆流的症狀 但是他可能就是半夜的時候 胃酸就會通通逆流上去 這樣的人他事實上 用那個治療胃食道逆流的方法 他的症狀也是會改善 所以我們就跟他解釋說 你這個還是啦 還是有可能 不然你也試過這麼多方法 然後你不如去試試看 我們來治療一下胃食道逆流 那首先你要把咖啡先戒掉 戒掉的時候 因為咖啡也常常是導致 胃食道逆流的原因 治療他的胃食道逆流之後 然後咖啡也戒掉之後 他晚上就睡得比較好 其實活到這一把年紀了 最重要其實就是睡眠 因為我從以前 年輕拍戲就有壓力 其實每個人有壓力 都會睡不好 可是就是因為我從小 媽媽給我買的 我真的彈簧床是軟軟的 好像睡在雲端上面 我睡呢 有時候就越睡越來越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明明已經睡很久 可是為什麼 肩膀這邊都好緊 像剛剛他們一直在講 我就一直在動 想完了這邊是頸椎 腦部有瘤 什麼都有了 然後接下來有時候睡 甚至於越睡腰越痛 那我有陪媽媽去 因為我媽媽她腰椎一直不好 年輕的時候比較辛苦 她又長骨刺 然後醫生就說 一定要睡硬床 硬床 後來結果 有時候我會跟先生去哪裡度假 然後我就覺得 飯店的床特別好睡 對 那個枕頭也好軟 然後就放鬆了 這是每個人都是這個感覺 真的嗎 謝謝 後來分析是因為你心情沒有壓力 你是去度假的 是嗎 沒有 因為你是去度假的沒有壓力 這是佔大部分 就是有一次我去日本 一個溫泉度假 我們全家人一起去 後來我就很滿意那個房間整個 然後晚上睡得很好 泡完溫泉就上了床就睡 我以前有時候都要翻來覆 因為換床我會翻來覆去 可是我到了這家溫泉會館的時候 我就睡得超好的 然後一個姿勢都沒有動我 我幾乎不會這樣子 後來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這個床我們要不要搬回去 那真是太好了 沒有什麼 後來結果我先生我們到老闆去 就問他說它是什麼床 因為我要回來 就也要買一樣的 後來我先生就幫我上網去查 我今天有帶來 給大家看 謝謝 就這個床 對 像這邊這個床墊你不要看 奧運的選手都睡這個床 整個就是可以放鬆 還有航空公司也很多都是做 你要不要看裡面 裡面長怎樣 你看它這個可以換洗 然後裡面就是有這樣子的 一層一層的 一層一層 對你看它是專利的3D立體的 編織法 就是讓你 夏天很涼快 然後冬天又很薄 因為你睡覺會流汗 對 你看雖然這個上面 會覺得好像 冬天怎麼辦 對 有一點厚 夏天跟冬天 都可以 然後它又可以 可以反過來 對 它又可以拆下來洗 那最重要的是 它有分肩 肩膀跟腰還有臀部 那它腰椎呢 因為你如果睡到太軟了 它那個脊椎骨就這樣彎 太硬的你是懸空 可是它就是有軟硬度的 編織都不一樣 像臀部 它支撐力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可以 一覺很好眠 我就覺得真的很棒 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更年期 就是它第一個 它透氣 然後還有 也不用到日本去買 現在台灣也有 也有可以買的 真的 然後它睡起來 就是讓你就是 一夜好眠 你也不用換床墊 你就把它鋪在上面就好了 對 你去睡睡看 我其實剛剛看到佩儀姐在選床 我就稍微 自己稍微寫了一下 我覺得四個 如果你現在的床 你自己覺得有問題 你正準備要換床 你都應該要思考的點 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肌肉支撐 其實之前有研究師有做過 他就說一個人 如果你一直躺在床上的時間 我們身體平均在床上 可是會有兩個地方 它沉重是每一個地方 各佔的全身重量的三分之一 瓜哥你可以猜猜看是哪裡 腰 對 屁股跟肩膀 我們說這個床墊 不適合你的情況之下 它長久就會一直壓迫在這兩個地方 所以我們每個人起來都是肩膀痠 肩膀痠 有可能就是這個床墊不適合你 因為我們自然的躺著 我們身體在不自覺的時候 它會出力 所以有些人會是肩膀的痠痛 是 有些人會是腰的痠痛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情況 你其實看過醫生也不是什麼 真正是有疾病的時候 你可能床墊的軟硬並不適合你 但是要怎麼選擇真正的床墊 我其實不建議大家 去的時候就弄摸的 或是你走了很久去坐在床墊上 哇 坐一下你立刻買 為什麼 因為我們發現人在一開始躺上去 肌肉其實是會出力的 對 但是當我們睡覺的時候 人是會完全放鬆的 所以其實真正 比較適合躺床的時間 其實這是最棒的一種方式 第二件事情是台灣的環境 其實一直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引發我們很多小朋友 媽媽很困擾 就是 其實很多小孩子 他在睡覺的時候 一躺上床就開始哭哭掃 或是開始流鼻涕 一檢測出來 哇 塵滿一大堆 所以媽媽第一件做的事 就是開始去晾那個床單 去晾棉被 可是問題來了 你晾了床單 要晾了棉被 你下面的這一層床墊 其實有時候是不太好晾的 所以有幾種做法 有一些人的做法 我們會建議說 你可能就要在上面鋪一個 像是竹席的東西 或是一個一整片的東西 或是駁的床墊 可以墊在上面 因為它可以 它可能可以拿去晒 它可以拿去清洗 而且你晚上睡覺 還會流汗 對 第三個講的就是 睡眠的深度 其實你知道台灣人的床 很多都是屬於那種 我們說很好 很密度很高的床墊 可是這些床墊 原則上當然是好的 但是當你在一些特殊情況 例如像 天氣交換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 該開的是冷氣 還是暖氣 所以你或者是 你的棉被厚的還是薄的 所以可能外面很冷 你裡面正在狂流汗 所以晚上 往往你醒來的時候 你以為你去上廁所 你其實是被熱醒 或是冷醒的 再來第二種人是 可能 因為這時候 你可能有熱潮紅 你到半夜睡覺 你全身都是汗 這時候其實床墊 我其實反而建議 要透氣一點點 因為它過度的致命 反而會讓你的背後 是沒有辦法 這個流汗的 可以適當正確的排汗的 最後最後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 你換很多個床墊 假設你換了 但是你的症狀 都沒有改善的時候 你要很小心 可能背後 真的有一些問題 那就不如 像蝶蝠掉地睡好了 對 這小人女躺在那個 繩子上睡 我們其實真的 因為像我們自己 在門診上 我們有很多病人師 他換了好多的床墊 他換了好多床墊 但是他的這個 不舒適感 或者是睡眠的品質 深度還是有問題的時候 我大概總結幾種 都蠻高度可能性的 第一個是前醫師 剛剛提到的 胃食道逆流問題 過敏性鼻炎的問題 甚至比較少見的 有一種叫 有些人睡到一半 他的腿一定要動一下 他不動他不舒服 他可能背後是甲狀腺 可能是缺鐵性品質 最後有一些人是 老人家 慢性心衰竭的時候 他在躺著就會 他坐起來才會好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 我們在 當你動了一個念頭 要選床單的時候 它其實有很多個層面 當你都考慮過 你也正確地選擇了 還是不行 那我最後還是建議你 可能跟醫生討論看看 你也常說 這些地方不舒服嗎 今天看到的這些 當心腸疾有病毒 如果沒有找出原因 恐怕會讓你大病產生 如果你也常常聽到 你旁邊的同事 身邊家人 朋友 常常喊肚子痛 頭暈 睡不好 要提醒他 盡早找醫師檢查看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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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